亲爱的住户,欢迎你们来到本市最正规的情侣酒店 希望您和您的另一半可以住宿愉快 在本店住宿时,请各位住户务必遵守以下规则 以确保你们的安全,否则护国自负 一,酒店中的所有付费项目已明码标价 不要贪图小便宜或刷小新街 如果您已经正确支付费用 您可以拒绝任何人向您索要小费 除非你在坐电梯时,遇到了身穿红衣的推销员 二,本店共有四台电梯 请所有住户根据自己的门牌号慎重选择 所有住户的门牌号根据项目的不同 会被分为暧昧、甜蜜、爱、热爱 请注意,如果你的门牌号上出现了爱而不得 请立刻停止一切活动用最快的速度跑向大厅 否则本店不会对您的安全做任何负责 三,每台电梯最多每次存在九个人的重量 如果您发现电梯中已经存在了九个人 千万不要登上电梯 即使电梯并没有超重 若有什么东西推了你一下 让您不小心登上了电梯 请立即将您的门牌号撕碎 并就最近的一层楼扔掉它 然后等所有乘客都下电梯之后 独自一人返回大厅 四,如果您登上电梯后 并没有超过九个人 电梯却显示超重 请立即按下最近的一层楼的号码 切记将您的门牌号完整地放在电梯中央 然后独自一人走出去 无论背后传来了什么样的声音 千万不要回头 在乘坐电梯的时候 有盖林遇到红色衣服的销售员 不要惊慌 因为它是不存在的 如果他伸手上您所有小费 请不要给他钱 将你的门牌号撕碎了递给他 请注意一定要确定是穿着红色的衣服 如果遇见了穿白色衣服的销售员 请直接无视他 并且尽力让面部表情争鸣 六,本店只能单人来访 若不是单人来访 则后果自负 如果有任何人邀请你进入他的房间 请一定要制止他 对象包括但不限于人类 七,再次提醒 一定要保管好自己的门牌号 不要,不要,不要暴露你的门牌号 八,该酒店会为您提供三餐 如果您在使用时接触到黑色不明物体 或者发现饭菜出现腐烂 千万不要食用 将这些菜放在无人的电梯里 尽待它消化 九,在入住时 请确定自己住宿墙壁上为彩虹的图表 如果为单一的红色 请不要入住 及时回到大厅向工作人员求助 注意返回过程中不能乘坐电梯 请走楼梯 请走楼梯 十 本店资金有限 楼梯环境漆黑 因此 千万不要走楼梯 如果你已经走上了楼梯 请全程不要回头 回到自己房间之后 一起洗澡 同时 洗澡的时候 若听见房间里传来了奇怪的声音 千万不要理会 也许是被风吹动的 十一 只要遵守以上规则 您和您的另一半 就会拥有一个愉快的旅程 祝您和您的爱人玩得开心 我是鬼爵 我在另一个世界等你